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你需要对天同心动手 你是不是其实也会选择性的对他下手比较轻一点呢 第二天同心的赤子之心包含了乐观的特质 如果灾祸跟麻烦的横数都是要降临 坦然以对像孩子一样嘻嘻哈哈的一天 那是不是灾祸啊或者麻烦事情啊 对你造成的心态上面的这种影响的后作力就会变得比较低 至少他减少了这种自圆自爱啊 然后自怜自敏啊 绝对不开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那是不是很多时候啊 身体上面的不舒服啊 或是不愉快啊 或是灾祸啊 造成的影响的时间也会相对的降的比较低 然后再来如果是需要复原的话呢 这时间也会复原的比较快 第三呢 那么懒散的一个心耀 有时候啊 周围环境给予他的刺激啊 或者是说这样子的磨难啊 其实对天同心来讲未必不少好事 他有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去提起他的动力 或者说为自己争取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所以实际上对天同心而言啊 适当的煞星啊 其实是一个正面的刺激哦 那天同心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因为天同心本身就属于桃花星 再加上天同心的特质呢 本身有好究 不善于去拒绝别人 所以他不喜欢再跟其他的桃花星放在一起 因为这时候呢 有时候周围环境有变化的话 很容易在感情上面造成桃花过旺这样的一个状态 反而有剪不断里海乱的状态容易产生 另外一个呢就是天同心啊 不喜欢跟君门心放在一起 这个呢到我们君门心讲完之后 我们会想办法呢 再跟大家分享这个面向 大家会比较好吸收 敬请期待哦 接着呢我们看一下天同心这样的特质 放进12个空位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显现方式 以及呢特质的展现 大家也可以拿出自己的命盘来核对一下 看看呢有没有说中了你的特质 命宫呢组长一个人的个性 形式作风还有整体的特质 当化气为福的天同心进入了命宫 其实呢你会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 随和然后人缘还不错的人 那兄弟宫呢 兄弟宫他长的是父母的感情与妈妈的关系 与同性别手足的关系 那化气为福的天同心进入了兄弟宫呢 你会有一个温柔的妈妈不计较的同性别手足 那夫妻宫呢 夫妻宫一般来讲我们谈的是感情的态度 价值观还有状态 化气为福的天同心进入了夫妻宫呢 你会希望呢有一个温柔的另外一半 而且这个另外一半还要是乐观开朗的 然后呢也会希望呢 对方对你的黏着性啊或需求度是高的 要注意啊 旧情复燃的可能性 这也是有可能的哦 子女宫呢我们的谈论是 教养孩子的态度 价值观 性生活 还有你财酷的状态 那化气为福的天同心呢 进入了你的子女宫呢 基本上你的亲子关系算是相对融洽的 但要注意不要养除妈宝啊 霸宝 资产配置上面的需要有原则 然后性生活上面呢偏懒 有时候是死于齁 需要人家帮你翻动身体 又或者是说呢 需要人家自己动 就是天同懒散性 花气为福的天同心 具有这种懒散的特质 财博工呢 我们谈的是理财的态度 价值观 还有状态 那花气为福的天同心 进入了财博工呢 他其实谈论是说 你会希望赚钱的方式呢 可以轻松一点点 那这轻松赚钱的方式 不包含赌博 因为赌博那种博弈啊 心理面层面的这种运动 对于天同心来讲 太累了 那财博工呢 是谈使用身体的方式 然后体质 还有身体的状态 那花气为福的天同心呢 进入到了财博工呢 基本上呢 很容易体力会比较差一点 而且容易发胖 牵蝇工呢 他谈的是外人 怎么看我内心的想法 还有在外展现的方式 那花气为福的天同心呢 进入了牵蝇工呢 你在外人家看 你会觉得你是一个随和 好相处不计较的人 普一工呢 他谈的是 人际往来之间的态度 价值观 还有呢 与朋友相处的状态 还有你异性别手足 花气为福的天同心 进入你普一工 你往来的人其实蛮多的 那你喜欢乐观啊 不计较的朋友 那在人际关系里面 不喜欢有太多的算计 关入工呢 他谈的是说呢 对你生活重心的态度 价值观已经当前的状态 那花气为福的天同心 进入你的 关入工呢 其实基本上呢 在事业的追求 或生活的追求日上呢 会有可能偏向一种 躺平足的一种状态 不喜欢奋斗 然后比较偏懒散一点点 天灾工呢 我们一般谈的是 你的价值背景 以及与家人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还有状态 然后呢 你的居住环境 以及你的财富 当花气为福的天同心呢 进入了你的天灾工 家人之间相处的状况 还不错 然后呢 喜欢舒适的居家环境 有可能偏乱一点 简单来说 就是生活感会比较重 那福德工呢 他谈的是 你的精神离魂的态度 以及价值观 来采方式 以及他的状态 那花气为福的天同心呢 进入到你的福德工呢 其实你个性上面 灵魂上面 是不喜欢争斗的 精神灵魂呢 于事无争 有可能有时候 人家觉得 时常在状况外 那来采方式呢 会比较靠人缘 人际关系 那父母工呢 他谈的是 与父亲啊 长辈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那花气为福的天同心 进入了你的父母工呢 你会觉得你眼中的爸爸 你眼中的爸爸 其实是比较温柔慈善的